大家好,我是小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能够接受异性的身体接触 能够和异性达成一片 虽然说现在的女人地位提高了 也不再谈以前那种男女说说不清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 大多数女人还是比较薄瘦的 还是有自己带人接物的一套 尤其是在和异性相处的时候 女人多半还是会有一定的距离 女人对待爱情是很认真的 特别是碰到自己喜欢的男人 他们的身体都会很诚实地做出反应 爱不爱在女人身上真的很容易看出来 女人如果不爱那个人 会很抗拒异性的接触 如果女人深爱你 那么就会有意无意地跟你靠近 并且对于你的亲近一点也不反感 而女人对待深爱的男人的时候 身体会允许对方做出怎样的接触呢 一 让异性摸脸 女人的脸是很宝贵的 她们也非常重视自己的脸 所以是不会随意就让人触摸的 更别说是异性了 而且对于女人来说 摸脸是一种暧昧的行为 近距离的接触是更是心动的信号 如果一个女人不是喜欢那个异性的话 是不会让她有机会碰到自己的脸的 如果一个异性不小心碰到了 她肯定会非常生气 毕竟现在很多女人都是有化妆的习惯 女人不喜欢你 如果你还毁了她的妆容 恐怕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说能让一个异性接触自己脸的女人 肯定是深爱着对方 才会允许这种接触的发生的 二 和对方的双手有触碰 都说女人的第二张脸是手 脸是那么的宝贵 手也是 要不然女人怎么会花费那么多钱 去做一些手部护理呀 或者是美甲呢 就是因为女人都很重视自己的手 所以对于女人来说是这么宝贵的存在 同样也不可能随意让异性触碰到的 电影《源于生活》 很多爱情电影里也有这些片段 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在双手不小心触碰的瞬间 会有一种过电的感觉 这是真的 当一个女人喜欢这个男人的时候 她的手会变得很敏感 跟这个异性的最直接接触就是手了 而且一段美好的甜甜的爱情的开始 都会是从牵手开始的 有资料显示过 牵手笔接吻更让女人心动 更让女人觉得浪漫 所以男人没有什么事的话 也别乱去摸女人的手 随便摸了的话 就别怪对方对你不客气 因为如果他不喜欢你的话 你就等于侵犯了这个女人 为心爱的男人所保留的美好 三 让异性摸摸头 前阵子很流行的摸头纱 真的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女人 要知道这个摸头纱的行为成立的前提示 那个女人是喜欢你的 要不然就成为了一种自作多情的骚扰行为了 无论多强大的女人都会在 深爱的男人面前示弱 而摸头纱这一说 就是刚好让女人处于一种小鸟一人的状态 女人并不会想把这个状态展示给所有人看到 她们只想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做展示 所以男人别跟风去操作 要先确定对方是不是喜欢你 才好做这个举动 毕竟女人凶起来还真的有点可怕 四 与异性紧紧拥抱 在离别或者兴奋的时候 可能会有拥抱的行为发生 但这仅限于几秒钟的事情 而且也是出于礼貌的 简单拥抱一下表示自己的激动情绪 但如果一个女人允许一个异性紧紧地拥抱着自己的话 别问那就是爱了 就算是再好的哥们 女人也不会默许这种行为发生 因为她们会认为礼貌一下意思一下就好了 再多的动作就是多余了 也会接受不了的 因为在拥抱的时候 双方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心跳 还能感受到双方的体温 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行为 如果一个女人让你长时间地去感受这些 那就有可能是因为她深爱着你 想让你知道她对你的温度 还有她拥抱你是心跳加速的反应 女人天生 多愁善感也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对于这些身体接触 她们也会非常的谨慎 不确认自己喜欢这个男人之前 她们应该是不会允许异性对她们做出以上的身体接触的 而且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异性的接触 她们会觉得很讨厌 感觉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 但是如果女人确定自己喜欢你 那么就不会抗拒你的接触 而且会主动地去接近你 会故意地装作不小心来跟你接触 而男人如果不确定女人喜欢你的话 千万不要去触碰她 不然本来有一点好感也会被你败光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